這個遊戲你們應該都看過的吧 就是之前的導播模擬器嘛 中文名字叫做不予播出 不給播出 他的DLC 恐怖什麼直播秀我沒有玩過 所以我是直接想說玩看看 Live Spooky 直播 Spooky秀 哇靠 別去想不到果通干擾器 他媽這個遊戲我連電源都不會開 幹嘛 幹嘛 怎麼了 我要播哪裡啊 怎麼那麼 這是在幹嘛 怎麼這麼多鬼飛來飛去喔 沒有真正捕捉到任何超自然靈異或詭異的東西 所以為了觀眾的靈異 我們 時不時的用這些鬼魂效果按鈕來幫忙 你們要看我的台了 亂七八糟的 他這個第四 第四頻道這個是他們的節目的 開頭嗎 預告片之類的嗎 什麼東西喔 我到底在按些什麼啊 我不知道我在按什麼 他這四個紅色按鈕是要幹嘛用的啊 這是真的嗎 你 是 格陵 班 農 的 不 生 子 他在念什麼 他這個節目已經是在 錄鬼的聲音之類的嗎 當然 我們像往常一樣請來了 他搞不懂他們在演什麼 按下去我按什麼東西 不知道按什麼 他說什麼 對不起啊班農先生 很抱歉 有的時候我會忘記了 並不是每個人都精同這些術語 就像我和德靈弟那樣 其實呢 EMF代表的就是電磁場 本質上呢 它就是一種可測量的能量信號 由所有形式的光譜現象發出的 嗯嗯 他媽要聽他講這個啊 趕快開始噴鬼出來啊 嗯 說起來呢 更高往往意味著 要嘛就有更強的存在 我早就忘光了 誰會記得啊 怎麼玩啊 媽 既然我們在做烈鬼的生意 在我看呢 這絕對是一件好事 法拉德什麼 大喇叭罐頭音按下去之類的有沒有 是星兒上學科學方面的一流專家 可見的光譜 靠的是特殊震動的法拉德 法拉德什麼 法拉德靈境是什麼啊 這種簡單的技術呢 實際上讓我們看到了零件內部 我為什麼要看零件內部 什麼鬼魂攝像機打開 什麼鬼魂攝像機 哪裡啊 他自己開的嗎 當然了我現在確實需要一個更短的名字 對嗎 他的二號台為什麼綠綠的啊 觀眾有興趣的這個指標會往上嘛 對不對 他為什麼講話要學外國人這樣啊 他崩潰了 詛咒 他們的話好多 趕快鬧鬼啦 我要趕快看鬧鬼 他這個什麼鬼魂調節器 這個我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那些鬼魂 注定要永遠在兩廂和大廳裡遊蕩 誰在那裡 哈哈哈哈 一個鬼魂 一個鬼魂在交換 我們可以測試分之八面體震 彈光電子鞋了 趕快打開你的分之八儀器 一個回覆效果 這本需求他們先去服裝室 所以當按鈕亮起時 點擊敵部的衣架按鈕 喔 亮起才要點喔 他們隨意是都會跟我說話 喔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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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鬼魂們 我覺得他們這個節目做的 做的好大喔 一定是某種擔當鬼 這是個紐帶 鬼魂一定在表示我們該去哪裡 如果說有面設計的話 那就是在呼救 嗯 嗯 藍老偉恩一定不要輪到鬼魂 我按一架只是他們要去換衣服 是不是 而且他們這個節目基本上不是在 呃真的去找一些鬼魂發生的地點吧 他們是在探討一些故事 就是以前 某某祖先翹了之類的 然後發生了什麼鬧鬼事件 但是 我們現在 遊戲在進行就是要進行到說 他直播的時候出現了真正的鬼 我們第一站 服裝部 你認為鬼魂為什麼先把我們帶到這裡呢 嗯 很合理 維恩 很多人會說 這是造成事故的地方 那個受傷的特技演員 布倫特後空泛 完全正確 嗯 還有什麼啊 還有什麼東西啊 這些效果都是我要自己按 不是真的鬧鬼喔 呃 呃不是一直都是綠光嗎 這是怎麼差啊 這個下面這個影片能不能轉 這個節目好爛喔 他已經擺不下去了 工作的地方他已經講了五百次了 這要講多久啦 那怎麼了啊中風了喔 去啊媽的 那個班農的兒子 就是現在講話這個 他其實對這個故事根本也沒什麼興趣吧 每個都覺得啊 真的是無關緊要無所謂 講什麼屁話完全沒人要聽 就是聽著講屁話 他們講這些東西都沒有意義 要等他開始鬧鬼的時候才會開始恐怖 現在這個節目完完全全就浪費時間而已 在那邊 口水戰而已 可惡啦 我是說這不是他的錯對吧 他不是摔漏的那個該死的特技演員 他不是弄壞保護袋的那個服裝師 那些愚蠢的道具當然也不是他做的 不不不不 我父親太忙著管這管那了 對 導演 制片 編劇 那些重要的東西 不論他的保護袋終究還是關 這個劇超爛的 而他的服裝是他做的 有人說他想破壞格雷厄母的心情 網飛上面大概有六層節目都長得像這樣子 我說真的 非常熟悉 哈哈哈哈 他媽的 他媽講了五百句話 但是沒有一句有意義 哈哈哈哈 我是不是要調這個東西來再 搞東搞西了 記錄死亡是另一個人的工作 拍攝過程的一部紀錄片 德愛他最初是在活災動受損 所以是沒播出過 的確 班農先生的確 他壞掉了 這很有啟發性 準備播放影片 火力 播放快播放 我播放了嗎 這要放果膏吧 這要放果膏吧 可是我都沒有看到鬼啊 成績滴有過就好了吧 我才不要重玩欸 浪費時間 他媽還要在那邊 瘋啦 重玩 他腳不要動了 為什麼我不要動 他在廣 他這個是 他老伯班農的故事怎麼這麼久啊 演不完欸 他的一些新劇本 一定非同尋常 三個 班農先生請到這邊來 明明正確的方向 並最終向我們透露他們的信心 是的 很遺憾我們沒有發現事故的原因 他們通常會在最後的房間裡 閃到一些東西 很傳送 的確如此 嗯 這一招 很少讓我們失望 不過不成功的情況 也會偶爾發生 然而 我相信 我們將能夠揭開活摘的真相 下一個 紙片歷史上的不幸時間 對 這在當時從來沒有被證實過 但是 人們非正式地把責任歸咎於女服裝師 跟瑪麗莫菲 不幸的是 他不久以後 就被發現死 在了這裡 而是同時 喔對了 亞歷克斯 如果你沒有這群的教訓 管轟擾器 當那個調填滿的時候 加萊斯說 情形會變得不一致 他需要一段時間 才能恢復本定 並重新運行 把他燒掉了 內置的燈光服務 如果你需要的話 呃 如果我們遇到了黑暗的環境 就能夠有 太好了 我是 我覺得中間那個黃衣服主持人聲音真的很猥褻耶 幹什麼啊 我已經聽了這個廢話劇聽了25分鐘了 媽的 快聾了 我不是很感興趣 要我和我的員工 不得不在大樓裡逛 獨自在黑暗中 帶著這個破東西 爬梯子 跑下樓梯 聽起來像是健康和安全的惡魔 哈哈哈哈 我相信一切都不會有事 此外 他開始要搞事了是不是 他已經受不了了 沒耐心了 他覺得這主持人太煩了 欸 等等喔 是不是從這邊開始鬧鬼啊 那顯示了他們受到鬼魂干擾方面的安全程度 呃 綠色這一條嗎 畫面怎麼斷來斷訓斷訓的啊 他這畫面怎麼會一直失去訊號失去訊號的啊 3 大家都失去訊號啦 好吧 不會很久吧 會嗎 欸他這個 他在鬧鬼了 你能看見這個嗎 看見沙角 我要保持在正常 要不然他就會死 是不是 他沒死啊 你肯定 你不要走向光亮 反正這可能 不走向光亮啊 他老伯這靈魂嗎 好吧 他四個角度一起演 然後你要找那個 綠條在跳動比較 激烈的那個 鏡頭才有滾 我覺得這方面我不是很才好 好的 我們下來 獻祭一個人 不然 我會選擇最後哪個 好我獻祭那個黃衣服的 又怎麼了又怎麼了 他有看到鬼嗎 我沒有時間看耶 我在看那邊 看指標我哪有鬼可以看啊 還是說 等一下換到黃衣服的時候 我就不調 然後讓他被鬼咬死算了 我不確定我是否應該讓我那個角落 我告訴你 我不管他了 我要讓他去死 怎麼每個都在這個牆壁啊 這個牆壁是怎麼啦 處刑場是不是 還有選擇一個去死的 對弓線的形狀 我想我要向他走去 他看起來像一個溫暖的回憶 欸 他講什麼怎麼聽不懂 好的親愛的 我在這 冷靜對 冷靜 沒有死啊 就這樣很好 還是說 我要看他現在是他的死亡場景啊 我來了好嗎 不不不 這不是我們討論過的冷靜好嗎 我們都 不不 這不是很好 對嗎 非常感謝 中間螢幕能不能換大一點 現在 我能幫你什麼嗎 喔 別不跟我說話呀 生悶氣是沒用的 對嗎 跟我說話 後面有鬼耶 這好多了 所以 我得到了 平靜 對 呵呵 對不對 平靜 那你看到嗎 告訴我 你看到 哈哈哈哈 他不見了耶 但我們在的時候 保持控制間 與白條的匹配 加勒斯說 如果燈光是綠色的 鬼魂就不會太壞 但如果燈光是紅色的 但如果燈光是紅色的 如果燈光是紅色的 會死掉 我想這便不能讓人放 對不起 媽的好吧 我得 那我講電話那個人 到底也是精神失常了 還是讓他們全部去死啊 至少要留一個吧 全部死光的話 演不下去啊 讓這個 讓這個書呆女活下來 不要不要 我要讓他們全部去死 啊 這個簡直就是 現在是處決直播你們知道嗎 收視率200% 處形直播 看起來是格雷爾蒙班農最好 不一場免除的 從前的草稿 但是 名字一邊又一邊變華麗了黑喔 該走了啊是嗎 他開始害怕了喔 我可不想待得太久惹了鬼煩 我去開門 門被關起來了 有點問題 你好 外面不管哪一位鬼狐我很樂意離開 如果你能夠 把門 打開 求你了 求你了我不是有意冒犯 我只想見見鬼 拜託 救命來人 沒有結果欸 難不成也消失了 看起來不斷了 他的裏克 不斷 這遊戲兩個結局是全部死光跟全部活嗎 還做好幾個結局嗎 他還是讓我選一個欸 他還是讓我選一個欸 哇 強制 強制送目 哈德里克 好的 我來 他們來了 好啦 這次來都壞了 哈德里克 你在哪裡 你可以發誓 哈德里克 你需要什麼 讓我猜猜 你又焊透了一對夜窩店 或者是 你需要你那特殊的耳霜 或者是小不點的鬍子 你他媽的在哪裡啊 班農你這膽小鬼 喔天哪 我可不想躺這狗屎浑水 我可是雙碩士 哈哈哈哈 他好氣喔 欸 他怎麼看到了 過去的時間 事情啊 我可看不出來我會更好 我在幫你他媽的忙 你應該為這樣的機會付錢給我 這是當說他老爸還是說是 我不在乎錢 我要我應得的格雷惡魔 這就是你應得的 我會告訴他們的 誰會相信你的 說真的誰會相信你的瑪麗 你是個女人 幹 這個瑪麗是 剛剛鬼故事說最後死翹翹的 那個女的是不是 這整個劇組就是來到一個 他老被死掉的地方 還是地外的地方說這邊有鬧鬼嗎 這個女的就是在這邊自殺了還怎麼樣 剛剛那個廣告影片好像有看到 他在旁邊耶 嚇死 嚇死 G他媽的快跑啊 在他那狗屎上他媽的打飛機 哈哈哈哈 人家的配音好笑 哈哈哈哈 人家的配音笑死 胡說八道講給大家這邊有的沒人 哈哈 欸 這不是當初誰的手印啊 哈哈哈哈 這個男的好好笑 他應該不會死吧 我至少不讓他死吧 眼睛 嘴巴 鼻子 或任何其他恐怖 他好多屁話 好的 風格爾斯密特一聲 我不會碰自己的眼睛 但是 好的 不見了 他沒有了 他沒有了 他其他三個頭髮都掛了 很明顯這裡說過事故 膠片碎片 所有的原始劇本 都完全燒毀了 他們從來沒有弄清楚火事如何開始的 哼哼 靠北安住 我能分辨出那種味道 是啊 還是和以前一樣刺鼻 爸爸確實說過 你幹嘛幹嘛幹嘛 怎麼了 什麼啦 是我的魔力嗎 他找到了 喔 他找到 什麼 我們要引導裡面的角色去找到 沒有燒毀的三個線索 沒有燒毀了 所以我要死在放映室裡 如果沒找到應該就是另外一個結局之類的這樣 對對對 班農 什麼班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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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我是覺得他們是不是都死定了 照片的人怎麼都不見啊 他腦袋以前是賣 油料的還是什麼的 石油大亨 死了所以沒照片 那就是大家都死光啦 放心 實際上你可以用它一路開的銀行 那就是 沒事的好了 行了 應該能擋得住想過來的東西 除非是鬼魂 那樣他可能會飄進來 但那樣我也沒有辦法 好的 好的 這可能是 Pakarly和班農最後一條信息 電視廣播員 好的 我愚蠢的同意做一個節目 我為了錢假裝鬼魂存在 他看著他自白了 一個整晚上都在追我 一個邪惡的女鬼 把我的名字寫在箱上什麼的 我最後的冤枉 是那個混蛋維恩 能被證明 是個騙子 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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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 那個 被他老白巴臉的那個女演員啊 最後是不是上吊了啊 他怎麼沒死啊 這家有沒死 來吧 我們在爭奮過 該不會在他後面了吧 嘿嘿嘿 播出時間就要結束 哎呦 蛤 後面那個不是他老白的 影子嗎 他老白看到瑪莉上吊之後 人就走了喔 我認為 我想那真是 什麼人 不得被怨恨欸 無情 對 那個恐怖直播秀的 虛構節目完全變成一個現場主角秀欸 欸他拿到椒卷了 那個膠卷了 黃金啊 黃金啊 你 baş到親咬了我眼 快 啊 哦茬莉 哦好的瑪莉我聽到了 我理解你就 別擔心 我會確保這些膠片得到充分利用 絕對充分利用 disciple 那麼不打擾你啦 好的親愛的沒事啦 欸欸欸欸欸欸 欸我畫面不能放大點嗎 還在那邊講屁話 蛤? 有有有有 這是要黃衣服的嗎? 他被繩子吃掉了 唉唷! 欸不會吧! 他有來抓我了! 哇靠! 立體立體! 掛了掛了 那原本那個 他兒子也掛了喔? 不會吧! 我死了! 我只修復了一個嘛 他有很多的 分歧啦 這什麼賣上好美盤的地方啊 好! 這是下一個DLC吧 我覺得這個遊戲 我覺得這個DLC啦 他給我 就是有一種有趣的感覺啦 恐怖是還好一點點這樣 那我覺得最激發的就是 他前面的廢話真的太多了 我們知道他們前面25分鐘的廢話 是為了要講解他這個 直播恐怖秀的來歷啊 故事啊對不對 然後跟你介紹說什麼 探鬼的儀器這些啊 可是真的廢話太多了 我在剪影片的時候 我可能會把前面 就是直接就尬快一點 然後我們直接到重點這樣 大概知道故事在講什麼 然後就可以進入主題了 要不然他們的節目 太費時間了 對 你就聽那個黃衣服在那邊 一直講一直講 而且真的全都是廢話 我沒有配你們 他們講了500句話 裡面只有一兩句是有用的 其他都屁話 反正他老爸一定是做了什麼陰謀 然後害死那個瑪莉 或者是殺了瑪莉吧 然後大家最後放大火 想要湮滅證據 結果這些影片什麼 全部都燒掉了這樣 大概是這樣 然後我們為了 要找尋真相 辦了這個直播恐怖秀 因為牽扯到 燒掉的膠卷 牽扯到真相 有點像是 就是膠卷詛咒 然後你只要看 那個鬼就會找上來 然後最後連甚至放異室的人都要死掉這樣 他能夠穿越影片 穿過那個電視來找你 類似這種感覺 膠片詛咒 大概啦 要先關掉啦 我覺得還蠻好笑的啦 可是他太浪費時間了 大概是這樣 要吃不下 吃不下 有朋友 但我們可以吃到 你吃不下 這也很可憐 我們先把這個